《國家文藝獎》 國家文藝獎是國內最重要的文化獎項 政獎典禮也是藝文界兩年一度的盛事 今天很高興能夠跟各位朋友來共襄盛舉 剛才到現場前 感謝主辦單位國議會的用心安排 讓我有機會可以跟各位得主以及各位的家人好朋友交換一些意見 感受到各位對藝術文化的愛好 國家文藝獎得主都是各個領域裡面的佼佼者 我要謝謝各位長年以來在專業領域努力和奉獻 各位的付出正視臺灣變得更好更美的重要力量 我們德德將主布拉瑞陽哈格勒法先生 還有今天跟他一起來的是他的母親 是近年來最活躍的中生代編舞家 他回到台東的家 為了以最簡單的方式呈現我們現在的樣子 這幾年他上山下海尋找靈感 也將藝術帶到原鄉部落 讓沒有太多機會到城市表演廳裡的主人們 有機會看到國內最出色的表演 今天布拉瑞陽的媽媽在現場 有這樣出色的兒子 相信您一定非常引以為榮 評路女士是臺灣重要的文學家 也是我經常請義的對象 她有一支琴寫的筆 也有一份關懷臺灣的心 除了書寫 評路女士也相當熱心於公共事務 她的文學不曾脫離對歷史 對社會 對土地的關懷 我很期待能夠不斷地讀到她的新作品 恭喜您 郭忠端女士是重要的景觀建築物家 從東山河到中都 私地公園 從北投公園到南寮漁港 都有她全力投入的身影 但是她的朋友都說她是一位俠女 以自己的專業 讓臺灣這片土地變得更美 謝謝您 邱火榮先生是著名的北館藝師 也是文化新火的傳承者 正如他所說 北館是最重要的 從廟會到布袋戲 任何儀式性的活動都需要北館 把樂譜記錄下來 把技術傳承下去 讓音樂能夠深耕茁 開花結果 我要謝謝我們邱老師多年的努力 謝謝 我們黃明川先生 是知名的獨立製片導演 早年獨立製片的環境很艱困 但他仍然堅持做自己想做的 一步一步地派出充滿批判力 也發人深省的作品 看到黃導演說 你真的要愛你做的事情 我也深深地以為然 是深受瞩目的電影人 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是我們的張愛佳女士 相信也是今天正獎典禮中 每一個人都相當熟悉的一位得獎人 無論是作為演員 導演 編劇還是製作人 張愛佳女士都為華語電影帶來了許多優秀的作品 電影沒有國界 無論以哪裡為基地 我都期待您可以持續的有好作品 恭喜您 黃榮毅先生說 自己是一生懸命的劇場人 他經營的不只是一個劇團 更像是一個戲班 他走闖南北各地 在樓梁 在樹下 在劇院當中 他都以最嚴謹的姿態 呈現當下最好的演出 我相信他得到國家文藝獎的殊榮 絕不是只是時代變了 而是代表著藝術典範的轉移 土生土長的 博佩拉雞 必須也會是台灣表演藝術殿堂上重要的元素 各位 國家藝術文藝獎得主 都是實至名歸 我期待這項獎項 只是各位創作人生中的一個逗點 未來我們能夠看到各位有更好 更多的創作 最後我想引用前輩雕塑家黃出水的話 希望跟各位為藝術上的福爾摩沙時代 一起來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